大家好 我是阿信 今天是6月8號禮拜四 已解釋今天的影片 今天大盤下跌188點 成交量是3030億元 那價量關係是呈現一個 價跌量增的情況 昨天一根紅K棒創新高 然後今天一根更大的黑K棒 就把昨天的紅棒給吃掉 結果整個量價的關係來說 並不是非常的漂亮 在昨天影片中有提到 最近需要關注的幾件事 其中一件就是 美國債務上限結束之後 要發行新的公債 那發行新的公債 就會把市場的資金吸走 就有一點類似 連準會縮表的概念 那當然這個抽資金的情況 它不會一下子就浮現在這個市場上 但效果會慢慢出來 原因在於資金會有滯後性 那這個我們在昨天的影片有介紹過 今天就不再多講 那除了美國發行公債之外 昨天加拿大洋行 出乎市場預料的升息碼 會說他們出乎意料的原因在於 今年1月的時候 加拿大是以開發國家的當中 第一個停止升息的 結果過了幾個月之後發現 通膨數字根本壓不下來 就再度恢復升息 那對於金融市場來講 其實最怕的就是意外 原因在於已知的利空可以提前做準備 但突如其來的消息就會讓市場措手不及 所以看到昨天美國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漲了3.74% 那當加拿大率先恢復升息之後 市場也開始預期 美國是否會在6月或是7月的時候 繼續升息 這樣升息之路就是一個沒完沒了 會有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 目前的經濟真的太熱了 在疫情期間 大家存下來的超額儲蓄還是很多 所以大家還有錢可以消費 那當你有錢可以消費的時候 你要經濟降溫的難度自然就會比較高 不過在消費現在都是集中在服務業 製造業的部分真的是寒冬就是了 那再來回到今天大盤 昨天漲停的新晶瘋裝股票 像是紅碩 今天股價殺到快要跌停板 那雖然另外一間公司 星雲的股價還撐著 但像這種高檔量增 然後把昨天K棒吞噬的情況 就非常的不漂亮 那另外在ASIC的創意 股價也是一根價跌量增的黑K棒 把十字均線給跌破 類似這種股票其實台股非常多 那這種現象也表示說 可能股價要開始盤整了 所以總結來講 雖然大盤今天這樣下殺 是一個不漂亮的情況 但在五周均線還沒有跌破的情況 也不能說這個行情就要開始一路下跌 可能接下來一段時間 股價還是會維持這種震盪格局 所以現階段操作的執勁 還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那就如同一些位階很高的AI股票 雖然不能斷定說 他們的股價就此結束 但從最近的資金流向來看 高位階的股票是真的比較容易 變成大盤的替換機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禮拜六晚上直播見 我們在後面對我們拍拖 把塑膏都收到